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所謂第一級 這討論很久了 其實真的關鍵上面 都不是個關鍵 最後關鍵是 如果到十二海裡以內 你要不要打 這才是關鍵 到目前為止 抱歉啊 中共軍機已經越過中線 圍臺軍演也搞了 二十四海里林街區 都不斷地在挑戰 所以接下來就是 是不是挑戰十二海領海 那挑戰領海的話 在國際的觀念 就是侵犯領土 那這時候 你要不要打第一機 那到現在為止 孤立雄也不敢很明確地講 他只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適當比例的反制 可是你今天去看 實際上比方說 以前是中共的所謂 利劍的那個聯合軍演 你可以去看 其他的真正的重慶是什麼 這東西恐怕不是攻台 這東西 如果他是採取所謂 封鎖性的這個 一個軍事的 一個武裝的一個動員的話 那我就問啊 我們的天然氣 除量就是兩個禮拜啊 那實際上 他如果說採取這樣的方式 那我就我們就要問說 那這樣子構不構成我們的第一級的條件 那你要怎麼去排除這個所謂的這樣的封鎖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為什麼今天顧立雄 他不能回答 因為他也答不出來啦 因為一旦答出來之後說真的 可能真的如果發生了 你又做不到 那你怎麼辦呢 這是今天我覺得顧立雄採取保守的一個緣故 可是不管怎麼樣講 今天說實在的話 我個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什麼 就是說中共越過海峽中線啊 我也是反對啊 然後中共的軍機到台 圍台軍員 我們也譴責啊 我們非常反對這樣的行為 我們非常排斥反對說中共這種所謂的老台或恐嚇的行為 但是問題我的反對跟你民進黨反對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的反對我的反對 馬政府所有的反對是要不戰而合人之兵 我們有辦法做到有尊嚴的 在軍事上維持一個所謂的雙方的和平的默契 所以你不要講圍台軍員 不要講封鎖海域 也不要講說所謂的那個挑戰二次海淋街區 連海峽中線都不會過 可是今天我們最大的安慰問題是什麼 你也看到現在說真的 你看他聯合力艦的那個軍員啊 抱歉立法院打架如席啊 完全當作沒有這回事 原因是什麼 台灣人已經不在乎這件事 可不在乎這件事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一定是好事啊 因為現在他在我們的周邊的海域的軍事行為 已經變常態化之後 他其實是壓縮我們心理防衛眾生 也壓縮我們物理防衛眾生 本來的我們防衛眾生就是海峽中線 如果今天這大舉要攻台的時候 你一越過中線 我們就立刻反應了 現在抱歉你反應就是兩分鐘的時間 因為他就在你海邊 周邊海域的軍事演習 所以二十四海裡他要過來的時候 非常快兩分鐘總統府就到了 三分鐘總統府就到了 那我想請教你 你三分鐘怎麼回應 你連飛機都還不及升空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們今天看到 台灣的狀況 我們感到憂心 但這憂心也沒有用 為什麼因為反正民進黨也無所謂 民進黨現在最高法則是說 只要你沒有一炮一彈打上台灣的本土 基本上都可以當作莊情自強 沒看到 沒看到 處變不驚啦 這是今天我覺得台灣一個最大的風險